你再打我电话 我就跟你听了 我爸爸是大老 我妈妈是老大 喂 找我干嘛 儿子明天过生日 你来吗 肯定要去啊 来就行 我可跟你说啊 明天我要带我男朋友来 我怕你太尴尬了 提前跟你说一声 是 你以为只有你有人追 我跟你说追我的姑娘那多了去啊 还有人追你 你有本事 你明天带一个来啊 我 哎哟 哎哟 妈 这是谁啊 这是我给你找的好玩 这好玩啊 哎 跳啊 哎 咬我了 挺好啊 亲爱的 坐这 坐坐坐 来 坐 妈 你和我爸一会再多久啊 这么快就找到了 妈 你算你少管 前段时间听说你找了个女朋友 你怎么带她见见 分手了 我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她老嫌弃 我没有时间陪她 说什么 没有安全嘛 就分了 就这么点小事啊 哎 你们照片吗 来说我看看长什么样 喂 李克尖子 哎呦 爸 韩星来了 哎呀 你妈给你找了个厚爸 那巧了 我也给你找了个厚爸 来老伴 坐 坐吧 哎呀 哎 哎 小子 弄得带着 叫妈咪啊 哎 别不好意思 要不这 以后你当着我呢 你叫她妈咪 背着我 你叫她姐姐 那也无所谓 不是 她还没我大 你咋知道 快叫 妈 乖儿子 你那个女朋友呢 我是一直等着见的 今天来了没有 没来 不过也算了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态陪在我的身边 去世了 没有 分手了 她比较物质 就喜欢那种比她大二三十岁那种有钱老男人 哎呀 这个事儿啊 正常 一般的女人哪 怎么可能像你妈这样吗 女强人 看看连养宠物的能力都有咯 哎哎 兄弟 我不是说你啊 我是说今天在座的 特别那种喜欢吃软饭的人 哎 宝贝 这小老头是不是在说我的 哎我就告诉你哈 这位 是我的老baby OK 我可没说你啊 我说穿西装的那个 你少对我吃手跨脚的 我自己的选择 我自己知道 妈妈 吵了大半辈子了 这离都离了还叫什么劲呢 吃饭吃饭 来 我的小妈 我敬你一步 我爸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优点 就是闲 他能天天都陪着你 而且 还特别有钱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来 我祝你幸福 给他喝一口 谢谢 那我也要祝你事业有成 你这孩子 没有女朋友也是正常的 天天忙工作 哪有时间陪女朋友啊 那我就祝你和你的工作 过一辈子 来 亲爱的 这个好吃 来 宝贝 来 尝尝这个小鱼 可好吃了 这个小鱼特别好吃 好吃 好吃 你也吃 真香 好吃 来 你再吃一条小鱼 你脸怎么咋滑 脸 菜里有海鲜吗 不过敏 这咋办呢 咋 咋办 这咋办 嗯 我前天我是过敏体质 所以我虽然常被人过敏啊 这个现在工作也稳定了 房子也装修了 你跟你那女朋友 要是没有太大矛盾的话 那就跟人家道歉 和好的 和好干什么 我对她那个女人 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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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感兴趣你死期白癌的追人家 追到人家又撩到一边 渣男 哎 我儿子不渣啊 激青的渣男 他跟我说过了 求婚戒指也没了 但是还是被人家穿了 没办法 运气不好 遇到渣女了呗 人家跟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突然分手了 你心里没点数 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只会找借口 你从来没有站在女生的角度想过问题 这就是她跟你分手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还不是嫌我求 我咱们努力的工作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给她一个安静的物质保障 你以为是个女人就图钱吗 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包容 是理解 是爱 女人最害怕什么 害怕被忽略 害怕被误解 害怕感受苦难 哎呀说得太好了 没想到一个死小三 会说出那种高深的话 妈你怎么说话呢 哎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信不信信让我处一死你 你处一下试试 你处一下啊 我闭呗 闭嘴 怎么了 闭嘴 乖 闭嘴 你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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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处在一起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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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龙龙 龙龙 你也可以走了 嗯嗯嗯 那个大娘 我走是可以 但是那个租我的一个费用 是谁来解呀 噓噓噓噓噓 短 晨翔六点半